宣誓後正式出任立委 但其實也是在回鍋 沒錯她就是中二選區 不選贏的林靜怡 雙齡勝利後 這回在立院合體 相比國民黨的言寬恆失利 似乎還牽動到了 台中市長盧秀燕的聲望 TVBN最新民調 盧秀燕滿意度40% 不滿意度34% 跟去年4月相比 滿意度下跌11個百分點 全國政治人物聲望排名 則從第三名調到第八名 對於許多違規違法的事項 市政府都採取消極的態度 這會讓人家質疑 乍看確實有危機 只是細就這份民調 以地區來看 不管是北部南部 盧秀燕滿意度確實都是下降 但他自己的中章頭區 則還上升3個百分點 自家人這樣解讀 藍軍裡最不擔心的 或許還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以民調全國排名來看 仍舊穩坐第一 第二是陳時中 第三則是柯文哲 但不管是侯友宜還是陳時中 滿意度都是下降 反倒柯文哲上升了6個百分點 民調 民調這個奇怪 觀眾每天關心民調幹什麼 每天都不一樣 看我會發瘋了 不要看了 應該說是因為前三名 所以柯市長才可以 不用看吧 TVBS新聞綜合報導